我的这个充电器坏很久了 以前呢只是简单的开裂 这两天突然断成两半了 没办法了 所以呢我就想能不能给它修复一下 毕竟原装呢也挺贵的 然后呢我想手头也没有什么材料 我就去跟其他老师借了一点双面胶 我原计划是用胶带透明胶带的 但是我没有别人也没有 所以只能凑合用一下 可是呢做完以后我发现 哎还没刚用两天 这个双面胶啊 它是很滑的那种 那个一面啊 它掉了它就不好看 所以呢我就想哎怎么办呢 我就网上买了纸胶带 可是网购啊 它慢它发货慢 所以我今天晚上去药店 买那个消毒酒精的时候 看到了纸胶带 我顺便带了一盒 其实纸胶带啊或者其他的任何东西 在线下店买的时候 确实没有线上的店面卖的 但是呢时间成本也花在这里了 如果你着急适应的话 有的时候你不得不线下去买 因为你可以立刻马上得到这个东西 而线上买呢缺陷也就在这里 尤其是最近疫情还挺严重的 有的时候你想要什么东西 它还不一定能发货发过来 也许你是疫情严重的区域 也许发货方是疫情严重的区域 我们合肥最近疫情就挺严重的 正好我又是申请做这边的志愿者 就是网上所说的大白吧 所以呢我就想酒精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嘛 我就去药店拿了点酒精 然后看到了这个东西 当然了我最近网上也买了一些东西 就是应急 万一隔离的话 在家该怎么办 我后期呢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很多东西还没到呢 虽然也没买几样 就说到这里吧 希望大家做好防护 感谢观看